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猫爸爸出手果然豪气 整个采访和其共七分钟时尚感人 采访中的周深一出场宛如一位贵族公子 清秀又帅气 周深被迫跳舞的样子可可爱 额外为大家赠送了尽上福利 没有伴奏的光亮 戏枪片段更绝了 建议循环 在接受采访时周深反问其工作人员带的是什么 还和大家一起探讨凤梨和菠萝 太有亲和力了 最近有不少网友发现影视剧中的别人都在谈恋爱 周深永远都在唱歌 在此次采访中周深被问怎么看电灯炮专业户的称号 周深回答也不想这样 被他无奈的表情笑到了 打工人周深告诉大家一些心得的同时 还不忘在线宣传自己的新动意 被问新专辑时直接动手 嘘 眼看还有一个多底就到年底了 还在努力支撑flag的周深 会不会让他倒下呢 周深的采访真的是全程欢乐 小精灵鬼 不忘随时夸官方爸爸 最后的谐音梗呢 周深差点自己没差点甜兔 有一说一 记者小姐姐们真的好会啊 期待宝藏男孩周深的舞台 近日 油益爱奇艺突然召开了新节目招商会 夜时间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 众所周知 作为国内最大的综艺平台 同时也是多项顶级节目的主办方 爱奇艺每次发布招商会都能够引来大量的围观 从曾经席卷全网的中国新说唱 到之后类似的比赛节目 几乎都成为了夜内翘主 但这一次爱奇艺不仅放出杀手锏 更是赠了当下最大的一波热度 元宇宙唱将 毫无疑问 以元宇宙命名就是为了呼应 扎克伯格在前不久提出的元宇宙概念 虽然这是时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但本质上却并不尽身尽美 所谓元宇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 就是无解之沉溺于虚拟VR之中 包括三体 作者刘慈欣都曾经提出过质疑 因此对于是否应该全面推广元宇宙的讨论 目前仍然两极分化严重 当然这只是节目的名字 并不足以深入探讨 真正值得观众们注意的其实是尼奥嘉宾 蔡明 大张伟 龚琳娜 华晨宇 李荣浩 王嘉尔周深 很明显这份尼奥嘉宾的名单里 包括了前辈蔡明 龚琳娜 终生代最传奇的大张伟和李荣浩 以及还有新生代的华晨宇 王嘉尔周深 如果单从阵容强度来说 恐怕足以横扫国内大部分英宗 是非常恐怖的王诈节目 尤其是按照目前华晨宇和周深的热度来看 只要元宇宙唱将真的能够邀请到他们 后续流量将会源源不断 哪怕仅凭这几位自带人气 就足以争起半天天 不过对此呢 我们仍然保持观望态度 并且这几年打着拧妖名号 《华中取宠》的节目实在是太多了 每次都能够看到华晨宇周深的名字 可是到最后真正能够邀请到他们的却是寥寥无几 所以在彻底上位官宣之前呢 只能说是将信将疑 但是话说到这里 还是希望节目组可以尽力而为 要知道因为受到《青春有你的影响》 现如今话语业谈内部 其实存在很大的阻碍 别说大型选手被强行叫停 很多带有养成限制的英宗 也全部遭到牵连 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能够打造出新概念新模式的节目 相信对大欧环境和观众都是福音 不知道你怎么看呢